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南山院士看来针对新冠疫情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目前世界对新冠疫情发生的规律还没有摸清 溯源尚未完成 在治疗上也没有极其针对性的非常有效的药物 在疫苗研发方面有媒体说 国外的辉瑞疫苗能够阻止90%的感染 那么中国疫苗的研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水平呢 咱们一块来听一听中院士是怎么说的 是啊 医疗和科研紧密结合才能在新冠肺炎的防治上领先一步 没错 眼下全国多地在冷冽环境当中检出新冠病毒阳性 而同时也明确地发现了误传人的情况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药大学校长张伯里 是国内最早提出来要关注境外物品输入风险 警惕误传人现象的专家之一 他表示国外疫情日益严重 无症状感染者增加 加之进入冬季天气寒冷 新冠病毒在污染物体表存活时间延长 因此目前严防境外输入 防人亦需防务 是的 据了解 在武汉抗疫期间 张伯里就已经开始关注境外物品输入的风险了 今年6月份的时候 他就此问题向中央报告并且给出了建议 建议被批准海关总署采纳 那境外人员的输入 我们是可以通过严格隔离 包括普遍筛查来阻挡的 但是处于暗处的这种冷冻食品 或者是货物的防控 就更加需要严密严格了 那对于市民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张伯里提出了两点建议 咱们一起来去听一下 高危险地区来的一些个包裹呀 快递呀 这些个邮件 寄给我们个人 我们个人收到这个以后 也要警惕 一个接收的时候要戴手套 戴口罩 最好是一次性的 同时呢 接收以后 对这个物体表面 也应该注意消杀 如果这个东西 不是要急需打开的话 可以把它放到阳台通风的地方 料制这个一两天 也会解决问题 此外对于冬季的疫情防控 张伯里表示说 市民呢还需要坚持 佩戴口罩 就到勤洗手勤通风 那可以把生理盐水 放进冰箱的里边去冷藏 每天的拿冰盐水漱口 刷鼻腔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护咽喉 预防感冒 增强免疫力 咱们进来呢 再来说一说 跟快递小哥相关的事 双十一过去 已经有差不多 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我想问一下 各位小伙伴 你的快递都到了吗 我的还没到 这几天我正着急呢 就盼着快递小哥联系我 私养院吧 要报告我 但我跟你说这事吧 别着急 如果真的有快递小哥 联系你呢 你也要多个心眼 要提高警惕 因为最近啊 多地发生了多起 冒充快递员诈骗的案件 郭老师说这事 我还真想起来 前几天确实有快递小哥 添加我微信 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 我都没敢理他 我都 心眼挺多呀 是啊 没看出来呀 幸亏你没理会 这没准就是一个心形骗局 最近的诈骗案件 做案方式呢 就是快递员加微信好友 声称您的快递丢了 可以全额理赔 一旦受害人相信了 就会发送一个链接 或者是二维码 结果呢 这个钱很快就被转走了 咱们给大伙说一个案例 不久前呢 少女士报案 称其街道冒充某快递公司 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告知呢 其快递丢失 打算提供全额理赔 但是要求少女士呢 添加微信 随后呢 少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 在网上银行进行了贷款 并通过扫描 对对方提供的二维码 付款了一万余元 被骗了 咱们详细给大伙来说一说 这个心形骗局的手法 一般被骗者微信 收到加好友的请求 对方的身份会显示为 某某快递 申请好友验证的理由就是 您的快递到了 但是电话打不通 那加上好友之后呢 对方会询问 快件是否送达 那送货员是否打过电话 并告诉被骗者 你有个快递已经丢失 紧接着被骗者呢 就会接到一个 自称是快递总公司的电话 并且告诉被骗者 这快递丢了 是可以双倍赔偿的 那这时候到了关键的环节 骗子会发送一个二维码 给被骗者 并让被骗者呢 按照自己的说法 进行一连串的操作 被骗者扫码之后呢 手机页面会调整到 一个与支付宝 十分相似的登录页面 上面需要添写支付宝账号 银行卡号和密码 等这些步骤完成之后 被骗者卡成了钱 嘿 立马被转走了 对 就是利用受害人 收快递心情迫切 来冒充快递员 加微信诈骗 这实在太可恨了 但是骗子出现了 咱们就得提高警惕嘛 快递有价 安全无价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要牢记下边几点 第一呢 就是我们遇到假快递员 假客服 主动来电要求 配合赔偿的 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建议要通过官方客服平台 或者是电话 来进行核查 那第二呢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直接给所谓的 什么客服账户啊 去打款 也不要随意点击 或者扫描客服发来的 不明的链接和二维码 验证码更是不要交给其他人 运事别慌 别乱 冷静分析 别轻易付款 还有如果实在可疑叫不准 你还可以拨打110报警 给陌生人转钱的事呢 千万咱别做 是的 顺便一下 接下来呢 继续我们的巡贵辽宁之礼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酸菜 说到这酸菜一直以来都是稳居 东北冬季餐桌上的C味 绝对是东北菜中 里边这个实力最强的一种体现 酸菜白肉血肠 酸菜炒粉 酸菜馅饺子 别馋我了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了 酸菜缸越来越小了 有些人家甚至已经都不腌酸菜了 但是咱们呢 就是借不了这一口 不是 不过那个 他买来的酸菜啊 总觉得差那么一点味料 吃着也担心那个不太健康 所以啊 为了让大家伙可以吃上一款 好吃又健康的酸菜 前几天呢 我们的记者就亲自去了一趟 史阳的一家大型酸菜厂 为大家找到了一款 美味的乳酸菌酸菜 各位注意啊 那么这乳酸菌酸菜 到底有什么门闹 接下来就跟着镜头 一起来去看一下 酸菌酸菜 酸菜来了 做为每一个东北人的记忆 腌制恰到好处的酸菜 酸味棉柔 松软清碎 地道的东北人用鼻子一闻 就能完成对一缸酸菜的品鉴 甚至联想到白肉 雪茬 粉条 与之搭配而呈现出来的 活色生香 大骨炖酸菜这道菜 可是冬天的绝配 看这一碗热腾腾的炖酸菜 是已经上桌了 浓汤上面飘着油花 我这哈拉都流下来了 我得赶紧尝一口 等一会儿 咱们先尝尝汤 酸菜好不好 先看汤 那我们先喝口汤尝尝 好嘞 先一口热乎乎的酸菜汤 下肚酸爽啊这是 那我得赶紧尝口酸菜 我也来一口 嗯 太香了 而且吃到嘴里 虽然已经炖完了 但还特别脆肠 而且酸度还是适中的 这就是咱们乳酸菌 发酵酸菜的特点 要说这乳酸菌 大伙并不陌生 是人体内必不可少的 而且还是具有 重要生理功能的菌群 什么乳酸菌奶 乳酸菌饮料 估计大伙都喝过 这用乳酸菌腌制的酸菜 又是怎么发酵出 酸香四溢 清脆爽口的味道呢 为了缩短发酵周期 进行一次二次发酵 扩大这个接触面 发酵得更充分 充分发酵 后续产品就无需添加防腐剂 所谓的安全性指标 就是说眼消失眼炎 眼消失眼炎含量极低 远低于这个国家标准限值 作为辽宁省农科院的战略 合作项目 人家对乳酸菌和整个发酵过程 把关是相当严格 先让乳酸菌和整个白菜 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 六十天 然后需要进行清洗消毒 开始切丝再入缸 进行乳酸菌二次发酵 这跟咱寻常百姓家 开水烫 撒粗盐的腌制方法完全不同 对这个发酵容器 要做到这个压实 密封这个处理 排除这个氧气 利于这个乳酸菌发酵 这个菜呢 就是说冲菌发酵 酸一样浓郁 而且可以达到免洗 开袋即食 就现在这样直接可以吃了 对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爽口的 你尝一下 酸菌酸 而且还很脆 对 酸脆酸口 而且它这个酸味 特别是对柔和 不像说我们以前吃的 就是嚼酸嚼酸的感觉 老百姓说那种感觉 对 那是属于 可以说那是较刺激 相对来讲是刺激 但这个酸味是非常柔和 就是只好大家能接受的 这一个酸度适中就是 对 乳酸菌酸菜色泽自然 酸香浓郁 质地脆嫩 当然 这样一颗营养健康的酸菜 除了乳酸菌的功效 无功害 高品质的大白菜 也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们不上化肥也不打药 都是营工出炒 虽然我们多花点钱 营工出炒啊 造价比打药要高得很多 但是我们为了市民的菜篮子工程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的菜 这个对身体无害 这个菜你我拿过来啊 我就可以直接吃 就个地里扎下来就是 个地里拿过来我就可以吃 因为我心里知道我种菜的 我们自己的基地啊 拿过来就可以吃 但是吃了感觉到非常甜 而且到嘴里远绵绵的 就吃上去的口感特别水的 但是嚼一嚼觉得 还有一点点甜味 这个白菜 这就是红石菜的特色 当无药产的绿色大白菜 遇上了高科技的乳酸菌 所以代替了传统的烟漬方法 但那老铁们找到 记忆的味道 那份酸爽 那份心脆 那份热情 久久久久不忘 隔着屏幕都闻到酸菜味了 小的时候看家里长辈积酸菜 如果说那个白菜洗不干净啊 或者是缸里有油 积出来的酸菜就会有白泡 发霉 甚至产生有害细菌 同时还会产生压硝酸盐 那这样的酸菜呢 吃了肯定不健康 隔着屏幕听这几个人说话 都是爽柴味啊 尤其是那压硝酸盐啊 这可是致癌的物质 所以说呢 大伙可别把基酸菜 当做一个小事 对 今天我们的巡味辽宁 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乳酸菌酸菜呢 它是由辽宁省农科院技术指导 使用植物乳酸菌发酵技术 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 都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添加剂的 不仅如此啊 这款酸菜的原料大白菜呢 也跟大家在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这是由辽宁省农科院 培育的优良品种的黄芯白菜 对 黄芯白菜产量低 叶饼比较薄 制作成酸菜呢 非常的脆爽 清香 优质的黄芯白菜 经过清洗切割 发酵等多重工序 每一道工序的都严格执行 国家卫生标准 酸菜开袋以后呢 无需清洗可放心食用 对 当然如果说您觉得直接吃 还是会有些偏酸的话呢 可以清洗一下之后再进行炖煮 与这普通酸菜相比呢 这乳酸菌腌制的酸菜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白菜当中呢 原有的维生素C 氨基酸 还有膳食纤维等人体 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而且第二次发酵呢 它是需要经过长达50天的腌制的 经过油内而外的发酵 醋酸之后 酸菜才会酸香浓郁 口感酸脆 菜叶嫩黄 清香宜人 嘿 这样的酸菜 口感清爽又百搭 将它细细切碎 无论是穿肉啊 还有炖排骨啊 炖血肠 还是包饺子 都让人无法忘记 有一种美味在身边 还有酸菜火锅了 是啊 发展融媒体 就扶贫荣 我们在行动 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呢 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 这个位置的二维码 来关注北斗融媒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页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健康美味的乳酸菌酸菜 心动就赶快行动吧 好嘞 说点下 接下来咱们说说 咱们的沈阳的故宫 对 要说咱沈阳故宫 拥有将近400年的 深厚历史抵律了 具有鲜明的满足民族特色 和独特的清代宫廷文化内涵 咱说近年来 沈阳故宫研发了千余种 具有沈阳故宫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 通过具有沈阳故宫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 传播了清代宫廷当中 蕴含着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 昨天下午 沈阳故宫上新了宣传片 同时盛京工赏 沈阳故宫文创店也正式起目了 列位一同去看看去 沈阳故宫最新宣传片 全景展现了沈阳故宫的历史底蕴 和四季之美 从建筑到石刻 从彩绘到雕饰 大量的细节特写 带观众感受这座皇家宫殿的多彩之姿 从春花到下雨 从秋夜到冬雪 历经四季 穿越365天 呈现出不同的景色 更凸显出一个生机勃勃 与这座城市 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的沈阳故宫 建筑的解读沈阳故宫的建筑艺术 广藏文物的精品 还有我们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 以及我们为社会所服务的一些展览 一些方面的一些 不无关说蕴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同时起目的圣经工赏文创店 是继沈阳故宫 红梅文化产业园文创体验店之后 第二个出工的文创体验店 共展出建筑系列 八旗系列 永福系列和房古系列四大系列的 近200种文创产品 这些文创产品即实用性 趣味性 文化性于一身 真正做到将文化融入生活 用文化装点生活 我们这个寒王宝剑块 是出自于我们这个 沈阳故宫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 努尔哈市的运用宝剑 我们经过这个设计研发团队的 二次创意 将它设计成了 我们今天具有实用性 也是具有我们沈阳故宫 文化内涵的这种文创产品 记者同浩刘超报道 我就记得郭老师 好像每年冬天都去沈阳故宫来打卡 是吧 对就是冬天的故宫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尤其是赶上那下雪 那就更美了 白玉雪红墙 我看那个天气一报 就是辽宁这周的后半段 就大幅度降温了 明天沈阳有雨 后天也就是这周四 沈阳就有雪了 这个信息太及时了 后天下的节目终取 能够去一趟沈阳故宫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请假还工 沈阳故宫转完了 咱们进来再去一趟南京博物院 来说一场特殊的文物画布仪式 11月14号 南京博物院迎回了一批特殊的文物 他们就是2019年2月 美国向中国返还的 361件文物艺术品 正式移交南博 在南京安家了 这是中美双方2009年 签署限制进口中国文物 政府兼谅解备忘录以来 美方第三次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向我们中国返还文物艺术品 对 要说这批文物艺术品 它的时间跨度 从新时期时代到清代 有多个门类 具体包括了新时期时代的 石凿 玉璧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 戈 汉代的彩绘陶芳 简行湖 明代的陶涌 还有模型名气 清代的木雕建筑构建等等 当然这些艺术品是国家文物局 经过五年的持续努力 成功从美国政府来接收的 它们涉及到石器 玉器 青铜器 陶器 钱币 木雕建筑构建等多个门类 多为中国古代随葬的器物 花波仪式当天 南波还特别举办了一场内部的小型展 但是由于移交到南波 还没有多长时间 都还没有来得及去贴文物名 更没有相关的介绍 刚回流的361件文物艺术品 就放进了展柜 供大运河博物馆联盟的专家代表们去观建 咱们一走进展厅 目光都被展柜里的文物所吸 它们有的成组排放 有的当个放在独立的柜子里 可以多角度来欣赏 年代久远的 有新时期时代的石鸟 还有梁祖时期的玉器 年代近的有清代的木雕建筑构建等等 而且你看这些文物当中 那个玉器的造型萌萌的 被雕刻成鸟啊兔子等等 其中有一件玉器上还雕刻了人脸 绿柚文物色泽亮 造型精致十分罕见 还有那陶器特别吸引人 汉代的彩绘陶纺 还有这个简形的弧 等极其吸引人的眼球 尽管都两千多年过去了 这两件文物上的彩绘依然清晰 对 比如说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简形湖 因为它的造型就像残茧而得名 同时呢它又像鸭蛋 所以叫鸭蛋虎 不过细看它像不像 我们现代那个潜水艇 其实像简涌的 还真有点像潜水艇 据了解呢 这个简形湖呢 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兴盛于汉代 于唐代绝迹了 这流失海外的文物 真的是我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也寄托着我们 质朴深沉的历史情感和文化记忆 同时呢 这批文物艺术品的返还 也为保障全球文化遗产安全 提供了典范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 王岐志还说呢 未来这些从美国回家的文物呢 将有机会 对公众来进行展示 所以小伙伴们别着急 国宝已经回家 你会很快见到他 接下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说16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 十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十月参演月度收入 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 一至十月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一千零九万人 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说16日 智利驻华大使馆 提名袁隆平院士 货班麦哲伦海峡奖 以表彰他在农业 和杂交水道发展领域 做出的杰出贡献 说16日 奋斗者耗载人潜水器 再次完成万米级下潜 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 并寻回了此前 布放在海底的三个作业工具 说16日 五米光学业务卫星 正式载轨交付自然资源部 标志着我国自主建造 并成功运行的首颗高光谱 业务卫星正式投入运行 说交通运输部 日前一发指南 明确了进口冷链 食品装卸运输过程 防控要求和消毒要求 从业人员安全防护要求 及应急处置要求 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近日通报 当地考古人员 在黄河左岸发现一座 距今约4500年的小型债宝 被专家称为天风平遗址 广告之后 回到正在直播的说天下 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辽宁新冠疫情的情况 11月16号0点到14点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1月16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288例 含境外输入64例 治愈出院280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6例 目前尚有3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疫情情况 11月16号0点到14点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接受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15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四川6例 上海4例 广东3例 天津1例 山东1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6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81人重症病例 与前日持平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接受兵团报告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 均为境外输入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 均为境外输入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45例 境外输入19例 上海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512例 境外输入406例 说点下 下面咱们再说一段 来上热搜的这么一个摇摆五 这段摇摆五可不是一般的 这是一位重量级孕妇 来跳出来的摇摆五 咱们一大会来详细说一说 最近在湖南长沙 有一位214斤重量级的产妇 顺利产子出院了 这个是这一家院妇产科的 这个接收的体重最重的顺产产妇了 而在这位产妇的身后 发生了一件暖心事 就是护士带着214斤的孕妇 跳摇摆五来助产 是的 孕妇黄女士跟厨师男朋友 相恋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 体重从120斤飙升到180斤 这位当厨师的男友 还真是用实力宠着自己的女朋友和媳妇 估计自己的拿手菜都第一个拿给女朋友尝了 女朋友也太实惠了 她给你吃你还真就敞开了吃啊 情到深处那点饭菜都不是事啊 但是这么一吃吧 确实影响到健康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 黄女士就发现自己怀孕 她整天提心吊胆的 就怕腹中胎儿出现问题 尽管担忧 但是怀孕期间的黄女士的胃口是依然很好啊 你看媳妇这都怀孕了 当厨师的老公更是要关怀备志啊 菜也做得更精细了 您看这职业太对胃口了 无法拒绝的感觉 结果呢 媳妇想控制体重太难了 怎么感觉有点那个凡尔赛风的实力炫耀的味道呢 是啊 玩笑归玩笑啊 这么一吃呢 其实对于黄女士目前的状态来说呢 还是挺危险的 对 她被确诊为妊娠期高悬压 由于孕妇的特殊情况 如果说要进行剖宫产的话 脂肪太厚了 风险也比较大 呦呦 那切不开 不是怎么办呢 经过医护团队研究以后呢 医生为黄女士详细制定了试产计划 各方面都做足了准备 分娩的时候 护士啊 扶着她的腰 两个人一起不停地摇摆跳舞 视频当中 护士扶着黄女士跳着摇摆舞 旁边还有一位医护人员在给她们删分 经过医护人员助产室 还有黄女士的不断努力 11月12号凌晨 黄女士终于是顺产 免出了一名6斤的女婴 这个生计为妈妈的黄女士 连说呀 太不容易了 确实太不容易 黄女士不容易 医护人员也是辛苦了 视频一上热搜 网友纷纷为护士的妙招点赞 都说助产师好暖心啊 给护士小姐姐点个赞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 孕妇超重危害真是太大了 所以呢 那位做厨师的老公 您对媳妇好 这个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在做美食这个专场上啊 咱也可以稍微收敛一点 听上去觉得匪夷所思啊 但是确实这是大实话 医生也提示各位准妈妈 孕妻体重管理很关键 不光是认沉妻的这个孕妇 咱普通人 也得时刻关注健康 别因为那个贪嘴吃 吃的高血压高血脂 还有高血糖什么的 其实关于糖尿病的危害 大家伙现在可能都知道了 它会引起很多并发症 像失明肾衰竭心脏病 还有就是脑血霜 其实早晨我就吃多了 当然我有一个亲戚啊 就这个糖尿病 他上次就跟我说呢 每天要吃的药啊老多了 像什么降糖的降汁的 抗凝的降压的 吃药跟那吃糖块 跟吃饭似的 其实预防糖尿病病发症 的确是要坚持用药的 但是糖尿病说到根上呢 是生活方式病 没错 调整生活方式才是关键 否则如果光靠药物来维持 那就好像是一台机器 你这边破坏那边维修 维修水平再高也无据于事啊 哎呀这话说的对 比如下边咱们要说的 这个沈阳小伙小刘 他的父母啊都没有糖尿病 但是他年轻啊 他仗着自己身体棒啊 每天不运动 晚睡 几乎天天晚上喝大酒啊 结果不到三十就患上糖尿病了 现在每次去医院 都要开整整一大包药 才能回来 要知道小刘啊 今年才33岁 咱假设哈 预期寿命要是83的话 那未来50年 每天要吃那么多药 肝肾肯定会有损伤 能受得了吗 那还能吃到83不就 所以医生专门针对他的生活方式 给出了系统详细的建议 我们去来看一下 所以你归根结底 现在是啥 减肥 肥减一期就选好了 减肥少是 但是不运动 运动 必须选这个运动 就是你从得糖尿病 这一天开始 你就得认真对待你啥 就不能随心所欲 你就按照你这个生活习惯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运动 你是游泳也好 跑步也好 什么打拳也好 总之你设计好一个 很重要 就比随心所欲要强很多很多的 一个星期你咋也得运动三次 你都得运动到八个小时以上 得出汗 然后别说是运动完了 强度大到了回来就躺 那话不能动那不行 一般运动强度呢能说话 能和你比方说我俩都跑步 要跑到了我不能说话那种程度 不好 口外水上或者事儿长解决 血糖降下来就好了 说明血糖还没降下来 你要是说 我就想用一点中医讲生经止渴的 这个药 血糖降不下来 仍然它效果也不会好 为什么口渴 你第一个你喝水喝得少 第二个它有渗透性利尿 你尿里头有糖的话 或者血糖高的话 渗透自己把那水就沥出去了 你就口渴 所以第一血糖得好 第二你平时养成一个多喝水的习惯 我感觉不渴 一天一瓶花水 半瓶都不渴 所以就是你的生活都是随心所欲 从今以后就要规划自己 就像那个 我们上学的时候 好学生一般都有一个学习计划 你呢给自己制定一个生活计划 比方说我们谈到了 不要吃甜的 咱们也不吃甜的 所以我对甜的也不吃 隐形糖 你觉得你没吃糖 但是你那东西当中实际上是有糖的 比方说吃什么 我们现在那个无糖的饼干 什么无糖的月饼 能量也不低 油多呀 还有你认为那不甜的水果 虽然不甜 水果不辣吃 必须吃 你今年是33 咱活到咱多了不说 活到83 还有50年 这50年不吃水果 你这一辈子就缺少水果的营养 所以你水果还必须得吃 但是它吃还是有条件的 比方说 血糖一定控制好 才可以吃 还有吃多少 你拳头多大 差不多这么大一个水果就行 你说我这一下子 你一样吃这么大 我一下都吃进去 不行 每次吃三分之一 早餐一个血糖高峰 午饭一个高峰 晚饭一个高峰 我们在两个高峰的中间 给一点水果 总体对血糖没有影响 医生说的真好 就是对于很多年轻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如果能够积极地去调整生活方式 药就可以少吃甚至不吃 调整生活方式看起来会有约束 不过万事开头难 渐渐养成好习惯 不久你就发现 健康生活真的很好 对 其实这里有句话可以送给大家 也给我们自己自免 就是自律才有自由 六个字 管住嘴 卖开腿 说点下 接下来说一个神奇的动物 一种会笑的动物 笑容真的特别美好 我们要说最近有志愿者 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游不远处的江面上 拍到了江屯频频现身的画面 据拍摄视频的南京江屯保护志愿者 武先生说 他观察江屯13年了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行动 并且实施了十年进捕鱼之后 这是他见到江屯出现最多的一次 没错 长江江屯也被称为是微笑天使 圆圆的脑袋 小眼睛乌黑 江屯的嘴角微翘 自带治愈系微笑 然而就是这么可爱的微笑天使 却因为受水域污染 挖沙采石 非法捕鱼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逐渐失去了笑容 据2017年长江江屯生态科学考察 结果显示 长江江屯种群的数量 约为1012头 宾威程度远远超过咱们国家的大熊猫 数量急剧下降的不仅仅是江屯 近几十年以来 长江鱼类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 水中大熊猫白鸡屯 淡水鱼王白鲜 都已经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了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 四大家鱼 鱼苗发生量 这也下降了有90%以上 长江曾经是江屯 吹烂粒 杀鸟得鱼咸 如今江屯已经成为了真心物种 随处可见的鱼群也有穷尽的可能 长江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 2020年1月1号起 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 实现全面进步 2021年1月1号起 长江流域一江两湖七河等重点水域 也将实行十年进步 据有关专家测算 长江鱼类繁殖周期大约是三年的时间 如果实施十年进步 多数鱼类是可以完成三个世代的繁殖周期的 从而实现水生生物资源数量多倍增加 那个时候环境变好 生活在长江沿线的珍稀栋植物都会更美更幸福 作为我国第一大河 长江市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生态河流 有着各种各样的珍稀栋植物 而我们保护它们的路也还很长很长 说点一下我们希望继续 说结婚找花车是不是价值越高的名车就越好呢 重庆市八南区的一对新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在重庆八南区龙舟湾的路边 记者见到了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奇特的花车队伍 扎着大红花贴着喜字 六辆荤车可全部都是大货车的车头 他都是高了个开的 我懂 我算了 你们哪怕会不会开 你哪怕会不会开 你哪怕会开一段 你开一段行吗 这不行这车真没摸过 一碰都没碰过 这个真的我之前是没想到的 新娘小李告诉记者 自己就是从事货车销售工作 本来在筹划婚礼时 还想找几辆小家车做婚车 可挑来挑去 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大货车 我感觉挺新颖的呀 然后从去这边不是没搞过 然后我大车 因为你现在小车 随便开个什么车都能开是吧 就是如果用大车的话 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有 新郎小曹说 当时他一听这个创意 直接就同意了 好 好 好 车队进入期间 酒店 亲朋好友纷纷来到大货车前 合影留念 那个心意嘛 别追一格 挺有气场的 很个性 还可以 很洋气 很个性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收听下 我们新闻继续 说最近啊 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又隔离了 当地时间10月15号 英国首相府发布了消息称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因接触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的患者 需要进行自我隔离 约翰逊在16号表示说 自己一切正常 正在通过在线视频软件进行工作 根据路透社16号的报道 约翰逊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则视频 表示自己身体非常强壮 感觉体内充满了抗体 约翰逊在这个月12号的早晨 与英格兰诺林汉郡的一名议员 建立安德森 进行了一次长达35分钟的会晤 随后安德森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症状 检测结果呈阳性 因此约翰逊被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检测与追踪系统通知 要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 据首相府发言人说 约翰逊将遵守防疫规则 在唐宁街10号自我隔离 并将继续工作 他补充说首相状况良好 没有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任何症状 今年3月27号约翰逊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中表示 自己出现了一些轻微症状 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以后 结果呈阳性 随后约翰逊一直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当中进行自我隔离 直到4月5号入院接受治疗 4月6号因为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 在重症病房度过了三个晚上 并且休养了一个月 那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多国新冠疫情持续反弹 那根据英国卫生部门的统计 截至到北京时间11月16号 英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了131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5万例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英国目前并未走出困境 并呼吁公民遵守政府的防疫措施 对 其实说到防疫 口罩也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的标配了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会来看一种特别的口罩 人脸口罩 就是说白了 就是摘了口罩你是你 那戴上口罩你还能做你自己 行了 甭卖关子 咱们直接上口罩给大家看一看 对 这个是最近巴西里面一位艺术家 在口罩上绘制的局部人脸 令人们戴上口罩的同时 也可以展示真容 受疫情的影响 戴口罩成了刚需 但戴的时间长了 诸多不便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人脸识别解锁 戴口罩无法完成啊 但是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呀 这不戴有面部信息的口罩 就应运而生了 其实巴西这位艺术家 还不是第一个做人脸口罩的 之前在美国就有人发明了一款 戴有面部信息口罩的 那口罩的原理很简单 其实就是把这个面部 被口罩遮挡的部分呢 通过口罩上印制的图案 帮你来进行还原 对 但是虽然说这种办法 可以实现手机FaceID的解锁工具 但是这个成功率也未必是100%的 此外口罩40美元一个 这售价也是引起过争议 40美元就差不多得263块钱人民币 你看在印度 闲啊那是 印度有照相馆人家也推出了一个人脸照片定制口罩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图片当中 很多人的口罩都是以人脸的形象为口罩的 看起来特别的搞笑和滑稽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疫情的乐观态度 也让很多网友觉得很佩服 据说印度很多的医护人员就定制了这个口罩 那么它是如何进行制作呢 我们来揭秘一下 首先呢你需要把你的照片的发给照相馆的老板 通过它通过电子扫描啊 并印有自己的这个口罩上面就可以使用了 那口罩有绒喷布吗 确定防新冠吗 那我就不知道 反正这口罩呢比美国的那便宜 重点是价格 60卢比折合人民币5块 5块钱 美国那260多块钱 我觉得幼儿园呢可以推出这种口罩 对吧 戴上人脸口罩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领错亡了 哪个妈妈能那么不靠谱 领错亡的都是爸爸干的事 这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说一下我们就要见证一下 戴人航天里程碑的时刻 北京时间11月16号8点27分 在美国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 SpaceX的载人龙飞船 搭载着猎鹰9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 运送三位NASA宇航员和一名日本宇航员发射升空 而这代表着SpaceX载人龙飞船宣告发射成功 龙飞船计划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四位宇航员将开展约半年的太空站的任务 这也是首次经批准的正式商业载人航天任务 标志着商业载人航天的重要里程碑 这次名为Crew-1的任务 是自5月31号之后 美国载人航天的第二次成功发射 也是首次正式商业任务 自此SpaceX进入到了定期运送宇航员 往返国际空间站的新时代 同样这也是美国自2011年航天飞机退役之后 首次使用国产火箭和飞船 从本土江宇航员送往空间站的 有人这样评价 说龙飞船这款太空出租车 今天正式开始运营了 这事说特形象 这次飞船有着众多的第一 意义确实非常重大 如果一切设立的话 预计在17个半小时之后 龙飞船将会在美东时间晚间11点 和位于400公里高空轨道上的 国际空间站自动完成对接 我特别想说说载人龙飞船的设计 那叫一科幻 整个龙飞船直径4米 高达8.1米 使用了16个天龙座推进器 它使用了类似阿波罗飞船的 太空舱设计 可以容纳7名宇航员 龙飞船的内部也充满了科技感 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就是三块触摸显示屏 而飞船的指挥官和驾驶员 是可以通过屏幕来进行操控的 彻底改变了用按钮操控飞船的方式 另外战人龙飞船最大的特点 就是采用了首创的新型发射逃逸系统 这个系统还可以重复使用 不是 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在电影里 看的那个场景吗 那太酷了那个 对啊 SpaceX龙飞船的研发过程 真的历经波折 去年4月份龙飞船在进行发动机 自动点火测试的时候爆炸了 而就在当月 龙飞船在返回舱着陆测试当中 也遭遇了挫折 返回舱是高速撞毁 不过呢 龙飞船还是抢先一步 实现了商业载人航天的目标了 是 今年5月30号 龙飞船已经载着两名宇航员 前往国际空间站 经过64天的太空之旅 龙飞船在大西洋成功降落 两名宇航员安全返回 这Crew One宇航员计划在太空中 停留197天 远超1974年 美国太空实验室最后一批机组 所创造的84天的美国自身记录 那么到时候呢 他们的接替者将登上另一艘 载人龙飞船来 同时呢 这个货运版的龙飞船 还将继续定期的运送食物 和补给上去 是的 SpaceX载人航天计划 负责人表示说 公司呢 预计将会在未来14个月的时间当中 来发射7艘龙飞船 包括3艘载人飞船 和4艘货运飞船 那这些飞船的发射 意味着太空当中 随时都会保留两艘飞船 载人航天又踏入了崭新的阶段 接下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说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施统计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11月16日21时59分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430万1156例 累计死亡病例1316994例 说当地时间15日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 需要实施全国性政策 强制国民佩戴口罩 否则预计到2021年3月1日 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 将至少达到43万9千人 说俄罗斯国防部15日宣布 俄军已开始着手在纳卡地区的 斯杰潘纳克特 组建跨部门人道主义应急中心 保障当地居民安全 说日门首相菅义伟 16日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会谈 菅义伟重申主办东京奥运会的承诺 并表示期待与巴赫在筹备工作方面密切合作 说意大利米兰研究人员近日发表论文称 在去年9月采集的部分居民血液样本中 检测到了新冠病毒抗体 说了一下咱新闻继续 现在这交通发达了 大家伙经常会乘坐飞机高铁出行 路上难免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可能有乘客会吃有味道的食物 或者车厢当中有孩童打闹嬉戏 还有人看视频的时候声音开工放等等吧 很让人挺头疼的 那如果真遇到了这些情况您会觉得怎么处理呢 是忍一忍还是指责对方的 我们来说最近在某飞往上海的航班上 就发生了挺尴尬的一幕 视频当中有一名年轻妈妈怀中的幼童哭闹不止 结果遭到一名男乘客的抱怨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哎呀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吧 打über给他 叫本就下去 你做什么对机 那你叫我下去啊 你掉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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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换个位置 带回去 这样到什么时候啊 这样让我什么时候啊 少爷用那种赋放火啊 那你叫我下去啊 听得出来现场挺混乱的 孩子的哭声 大人的吵架声搅在一起 感觉空姐头都大了 是啊 有本事你下去 你还坐什么飞机啊 那你跳下去啊 你跳下去啊 孩子妈妈跟男乘客 你说一句我怼一句 越说越激烈 也能听到两名乘户人员 对吧 提出请男乘客去 后面入座的建议 还解释孩子比较小 但都遭到了难死的拒绝 而这些声音当中 最让人心疼的是孩子的哭声 是啊 视频一出网友们也都坐不住了 意见很不一样 有网友说宝妈带婴儿出门不容易 婴儿还小 可以理解她的哭闹 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呢 宝妈的态度不好 给别人造成麻烦 也应该呢放低姿态 不该怼别人 我们再不评论谁对谁错啊 咱们就说这个情况 飞机上还真是挺常见的 虽然说很多人认为 说孩子哭闹是天性 但实际上宝宝坐飞机哭闹 真的可能会是不舒服 这与这个烟骨管发育问题有关 那宝宝坐飞机呢 可能感到不适 飞机在往上爬升和降落的阶段 会产生较快的气压改变 从而导致耳膜内外的气压不对等 对那耳膜造成挤压 引起疼痛等不适的反应 对 烟骨管功能差的婴儿 青少年以及感冒患者 鼻炎患者等人群 就比较容易在飞机的升降过程当中 产生疼痛不适 所以带宝宝坐飞机 还是要注意采取一些 防止压耳朵的这个措施的 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如吞咽 咀嚼 按摩 而塞和打哈欠 打喷嚏 醒鼻涕等等 当然 在这些方法当中 对于尚不具备充分咀嚼能力的 一岁以内的婴儿来说 只能够采取吞咽的措施 比如说给宝宝在起降过程当中 喂一些他爱喝的液体食物 果汁 白水 奶等等 那对于已经具备充分咀嚼能力的 两岁以上的宝宝来说 则可以采用吞咽和咀嚼两种方法 可以喝水或者吃些安全健康小零食 那么这样就能有效地 给宝宝减低飞机起落 带来的耳朵压力不协调和不适 而导致孩子哭闹 其实对待宝宝哭闹 影响乘客这种情况 我们以前还说过一种方式 有些家长可能在上飞机之前 就会给飞机上的其他乘客 准备一些小礼物 包括耳塞等等 那这样其实即使孩子有些哭闹 其他乘客也是能够理解的 至少孩子父母的态度 就很容易赢得好感了 出门在外 大家伙相互理解 同样也有很多方式来沟通 吵架指责 甚至大打出走 都是最不可取的 是的 老人孩子呢 都是需要我们特殊去关注的群体 前几天在成都市温江区 发生了惊险一幕 是啊 一个小女孩因为一物巧合 已经脸色苍满 嘴唇发黑 孩子的家人 在将孩子抱进诊所之后 医生是花了两分钟的时间 帮助孩子脱险 为大家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救助 这段视频是成都市温江区 海科路东段的天航诊所的监控拍摄到的 视频中一位女子抱着孩子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正在问诊的吴医生看到后 立即上前接过孩子查看情况 刚时的娃娃报警的时候 门口家长就看到一物卡到喉咙了 脸色是白的 藏白的 嘴唇是发干黑色的 发点气息都没有的 就报过了 马上就觉得海姆立克是方的这个急救法的抢救 经过吴医生诊断 小孩因义无卡猴 已经危及到了生命 吴医生当期立断 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为孩子进行抢救 在医生急救的同时 旁边市民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而经过吴医生的及时抢救 孩子喉咙里的异物被吐出 孩子也在妈妈的怀抱里慢慢苏醒过来 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接着在诊所附近的一家母营店里 了解到了一些事发时的情况 去了解孩子还不满一岁 幸好当时医生出手相助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小孩已无大碍 其实急性呼吸道 异物堵塞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由于气道堵塞后 患者无法正常进行呼吸 所以可能致人因缺氧而意外死亡 吴医生采用的海姆立克急救法 是全世界被广泛应用 也最有效的方法 那么在遇到气道 有异物梗塞的情况下 身边又没有医护人员 如何正确地使用 海姆立克急救法呢 把它翻过来 放在自己的腿上 要让他的头部低 然后在他的肩胛骨的中间 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的掌根 向下向上冲击五次 一二三四五 这个时候用我们的小指 去看看他嘴巴里的衣物出来没有 如果是嘴巴里的衣物出来了 就可以了 如果是衣物没有出来 我们另外一只手拖出他的 脑部后面 然后把它翻过来 也是放在我们的腿上 在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也就是我们做心肺复苏的这个地方 用两根手指向下 给他冲击五下 三四五 如果这个时候 衣物有出来了 也可以了 如果说衣物没有出来 我们就循环刚才的做法 而针对能站立的孩子或成年人 发生气到衣物梗塞 又该如何实施急救的 我们肚脐上两指两痕子 找到自己的肚脐 肚脐上两痕子 用我们另外一只手握空心拳 反过来放在两痕子的地方 用另外一只手的手掌 包住这个我们的握的这个拳头 空心拳 向你向上冲击五次 一二三四五 我们这个海姆立克富士冲击法 它的原理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挤压 挤压我们让我们的横隔膜上升 去冲击我们肺部残存的气体 用这个肺部残存的气体 把我们卡在我们气道里面的异物给冲出来 在这里记者也想提醒家长 在给孩子喂食时一定要谨慎 避免有过硬的食物在餐食当中 同时在食用时 千万不要玩耍和说话 以免发生意外 说到下我们的新闻继续 进入到冬季 这新闻是逐渐下降了 大冷天当中 我们在外面站上一会儿都会只哆嗦 更何况是进入到冰冷的水里 最近一段沟漏男子奋不顾身 跳入冰河水中救其老人的视频 在丹东朋友圈开始转发 大家纷纷为这个在北方寒冷刺骨的河水中 救其老人的男子来点赞 咱们来认识一下吧 他就是国网凤城市宫殿公司员工王小丹 11月9号 凤城市当日最低气温零下6度 清晨身为退役军人的 国网凤城市宫殿公司员工王小丹 还像平时一样 沿着二道河 冰河步道上班 当他走到新凤凰城附近时 听到有人呼喊救救 跳入河里王小丹不顾河水刺骨的冰冷 游到了老人的身边 一点一点将老人拖拽到了潜水区 又将老人拖举着 岸上的热心市民连忙拉住了老人的手 终于大家合力将老人救了上来 大爷上来之后 我也就紧跟着 我也大伙给我拖举上来了 然后我和大爷咱们110 120照顾大爷 然后我和大爷有人照顾了 我那边腿手指也动得有点麻 然后单位同事喜欢家 我那边回家洗洗算算 往回单位上班 据了解被救老人送往医院 经过检查确认没有答案 老人当天就返回家中 目前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非常感谢这王小道 我们就是给钱人家也不要 人家讲话 人家不是说为了钱救 对 但是两个人喊救命 他急忙忙就跳下去 就据我们这老头 非常感谢他 这种建议永远的情绪 只要是老头当时 他要是不在那阵地 我们也就是 也就是见不到这老 非常感谢他 天冷水冷 但是心暖 是啊 我们进来还是要说一件暖心事 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那蒙古包头工人张立斌 他在等公交车的时候 被这个车站的地丁给绊了一下 他觉得这地丁实在是太危险了 就自己准备工具 去来清理这些地丁 来去消除这些安全的隐患 是 两年的时间当中 他一无清理的地丁达到了100多斤 而且有很多好心人 也加入到了行列当中 就是当时我下公交的时候 当时我被地丁绊倒之后 我觉得这个地丁挺危险的 如果要是有老人 或者孩子要摔倒 那会特别危险 后来我就自备工具 后来我就处理 我就觉得自己挺开心的 然后就一直在劫持 两年多 现在也就是100来斤 然后现在全国有100多个 法定制约者 然后我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群里 我们也相互聊天 有好多人留意外地的位置 我就发在群里 他们也会去把 百姓出行特别安心吧 说近日湖南某小区突发火灾 但一辆私家车堵住了消防车道 车主还在外地出差 小区居民只好合力将车掀翻 为消防车让出了救援通道 事后该车主已致歉 说近日在山东2020 张秋大葱文化旅游节上 一颗长2.532米的大葱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比上一次记录增长了近2厘米 现场还通过对大葱的高度直径 葱白的长度等多项指标 评选出了张秋大葱种植状元 并奖励三万元 小编小时候曾经被人说过 长得还不如一根葱高 现在看来这不是骂人呢 实事求是 说近日在杭州 嫌疑人冯某多次盗窃电动自行车 他还有一本倒车笔记 上面清楚地记录了 他的作案手法和路线 甚至还有几段励志的语句 冯某说第一次作案之后 就开始总结经验 一来是为了方便再次作案 二来是为了给自己打打气 目前封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大伙看看 如此用心给侦察机关 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说近日吉林长春 一个狗狗走红网络 画面中狗狗在路边卖矿泉水 主人给它包上了棉服 还戴着小帽子 样子非常可爱 成了镇剑神兽 说近日 在法国一所小学校门上 张贴了镜头小孩的标志 上面画着一个成年人扔小孩的图 以及一段禁止标语 据报道 此前家长送小孩上学 超过早上8点30分的最后期限时 就会把小孩从栅栏直接扔进去 学校的校长表示 他受够了那些不负责任的家长 孩子受伤是迟早的问题 小编猜测 这些家长是在模仿植物大战僵尸吧 里边有个巨人僵尸 背后背个框 里边有小僵尸 一会扔一个 特别讨厌 好嘞 说完下期的节目就是这么多了 咱们明天再见 让他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噈灯 冬夜梆中 Naj亮的心 探? 风几起 曾与我同行 伤识在风里的声音 啷 Ice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